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漢森廣播電台FB新鮮室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呢 要再次帶著聽眾朋友到博物館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是在台中非常有名的 這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那在今天第一集呢 我們要先來為聽眾朋友介紹的是 他們在從現在開始到2月28號 有一檔的特展叫腦中乾坤 心智的生物學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現場邀請到 解說員武夢景來為我們介紹 你好 午安 我是科博館的解說員 那腦中乾坤特展呢 是我們今年的年度大展 那它整個展場的範圍 也是我們特展中最大的 內容包羅萬象 就是從不同的角度 以及面向去切入 探索腦的一些相關的知識 還有最新腦的研究成果發表的部分 好 那在我們進入展廳之前 是不是先蓋鍋幫我們介紹一下 為什麼這一檔的特展會這樣的一個盛大 然後是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嗎 大腦對我們人到底有什麼樣的重要性 大腦並不是所有的生物都具有腦 那每一個具有腦的動物呢 它的功能也都不太一樣 那腦神經網路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科學 那有些部分已經是我們破解 已經知道這條網路在幹嘛 有些網路是未知的部分 那就還需要我們去探索 那這一個展呢 它其實耗資蠻多的 也結合了一些科技 比如說去偵測腦波 你可以進行一些遊戲 那這個遊戲像是有腦波賽馬 或是貓耳朵 腦波賽馬它其實是去偵測你的腦波 那我們的腦波波形可以分成幾種種類 那有警醒就是我們清醒的時候的腦波 還有放鬆時候的腦波 那一旦它偵測到清醒的波形 那你清醒的波形越強烈 訊號越明顯的時候 你的馬就會跑得越快 所以這就是又結合從教育啊知識面 先去給一個介紹 然後又帶到了融合展品 就有一些科技性跟娛樂性的東西 所以整個效果很好 裡面很多的不同單元的展品 都是這樣子互動式的體驗 所以從開展以來 每個假日人潮都是落意不絕 而且我相信裡面應該有蠻多 這個親子互動的東西對不對 嗯對 好那再進去之前 是不是再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大概怎麼樣來區分單元 這個特展呢 一共分成七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是結構的腦 結構的腦我們就從比較基本的知識開始建立 會說腦最初形成的作用是什麼 有哪些功能 然後我們會去看不同生物它們腦的模型 在腦的形態上有很多不同的差異 怎麼會有這些差異喔 再來我們就介紹我們最重視的 人的大腦現在有哪些功能 那這是第一單元的重點 第二單元的重點是知覺的腦 知覺腦 我們現在聽到的聲音啊 或是我們感受到五顏六色的色彩的光 這些聲光效果或是我們寫字語言 都是各式各樣的刺激跟訊息 在我們大腦中會形成知覺 大腦跟知覺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那邊還有一些錯覺的例子 都很有趣的 等一下會一一跟介紹跟說明 那第三跟第四單元則分別是感性 以及理性的腦 感性的腦在說情緒 理性的腦在說記憶 情緒和記憶是如何在腦中形成和運作的 那從第三單元開始就有一些 互動式的科技性的展品可以去體驗了 那第五單元呢是變動的腦 變動的腦呢就要講腦內部構造的變化 隨時間的變化 年輕的腦應該長的是什麼樣子的 而年老的腦會是什麼樣子 那年老的腦的結構出現的變化 帶給了我們一些問題 那邊還會講一些腦疾病的部分 第六單元則是波動的腦 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像是剛剛透過偵測腦波 去進行一些遊戲 那邊也有闡述一個觀點 就是像之前Lucy的那個電影嘛 她的設想的概念是說 我們腦大概只有10%在使用 哇有90%還是我們未開發的潛能的部分 結果其實不是 在科學的實驗數據上面顯示 波動的腦這個部分已經闡述了 其實我們大腦90%至95%都是在使用中的 未開發的部分很少 隨時隨地大腦每一個區塊都是在運作的 這邊那邊有點解除一些迷思啦 那第七單元呢則是精微的腦 精微的腦那邊有結合現在時下很夯的一種科技喔 是我們跟HTC公司請他們幫我們製作的 VR 虛擬實境體驗 那有些娛樂節目好像是遊樂園 他們都有結合這樣的科技 它主要是戴個眼罩 你就可以建立一些真實的場景 那我們現在有行星模式 然後海洋模式還有果銀模式 它會有個前置的影片告訴你要怎麼樣去玩那些小活動 你會看到一個真的很真實的大鯨魚經過你 或是看到九大行星 九大行星就是好像真的置身在你眼前 你可以拿那些行星啊 拿那些恆星起來看喔 然後還可以互相丟來丟去 聽眾朋友簡單的想就是類似3D這樣子 可是它可能又更進一步叫VR了 好那我們今天這檔特展呢 相信會顛覆很多聽眾朋友過去錯誤的觀念 包括你剛剛講的 我們一直以為大腦很多地方未開發 那其實已經很多地方開發了 對 都在使用中 那我們現在就來進去這一檔的特展 韓國三年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先进入第一单元 硬体设备是结构的脑 那聪明的人脑可不是从石头蹦出来的 动物从无脑演化到简单的脑 这道集中化与高度分化的大脑是有机可循的 脑袋最初呢并非用来思考 而是用来协调运动和感知周遭的环境 我们一起进入第一单元 结构的脑 好 那我们现在就跟着五梦景 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第一单元是结构的脑 然后我们这边就先设立了一个面板 这面板上面有很多的亮灯 你可以看到亮灯里面有很多动物 生物可以分成动物跟植物 可是并不是所有动物都有脑 所以这个就是在玩玩看 猜猜看哪些动物有脑 哪些动物没脑的游戏 好 我们来选 海星好了 派大星嘛 海星应该是没有脑 好 那试试看 负面影响 没错 海星没脑 哦 我懂了 那你看蓝色圈圈的部分都是没有脑的动物 红色圈圈的则是有脑的 那没有脑的有水母啊 你看这个蚵仔蚵仔蚵海星 然后统整一下归纳发现 它有一个共通的特点 就是他们都生活在海中 在海中的生物比较多没有脑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要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 我们把时间推到很久很久以前 最早的生命起源于海洋 那是要在电子显微镜才能够看到的蓝绿菌 蓝绿菌之后发展成藻类 有藻类才有植物 有植物才相对来说有动物 这些是比较早期出现的动物 他们生活环境还在水中 就是过去海洋到现在 可能没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他们没有太多的演化 还是维持在过去的状态 对他们的生活方式 还是都在海洋中 好那听众朋友 你就可以来按看看 如果你觉得什么生物没有脑 你就按下去 然后如果是正面的就答错 然后如果是负面的就答对就对 对那有脑的生物 其实也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可以去判断的 你看连蚂蚁昆虫也是有脑的 对 对 只要是昆虫都有脑 你看显然跟海星相较起来 体型大小不是判断的依据吗 不是重点 那你实际去野外看到一种动物 你发现你可以找到一个适当的切面 把它剖成两半 然后它是左右对称的 两侧对称的动物通常是有脑 这些都符合那个刚刚讲的条件哦 都有 哦就是从正上方切开 如果是两边左右对称的就是 几率比较大是有脑 因为如果是小朋友会狡辩说海星切一半 也是对称的 可是它没有脑 对 那其实生物接种 还会透过不斑发现 就是有很多的例外哦 可以看到海翘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在它幼虫的阶段 它其实很像蝌蚪 那在脑位于它的头部 沿着它的身体有神经管束 所以幼虫阶段呢它具有脑 而且它会运动会游泳 那一直到它成虫的阶段 它就会附着在石头的表面上 这边还是海翘 那这个时候 它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 生活方位就有局限性了 这个时候它的脑就消失了 就等于退化不见了对不对 对 这边就是要讲演化的概念 就有一种说法说海翘吃掉自己的脑袋 海翘不是因为缺乏营养 吃掉自己的脑袋 而是因为对于它的生存 适应环境上来说脑不重要啊 在它成虫阶段脑不是一个它需要的器官 因此就透过演化而消失了 这个叫做海翘 所以那边最重要的重点是脑最初的作用是两个功能 一个是协调运动 另外一个是感知外在环境刺激 刚开始形成脑的时候 还没有思考想象的功能 没那么厉害 人也有脑嘛 那我们还有神经系统 脑和神经系统是密不可分的伙伴 他们彼此沟通着各式各样的讯息 这边就有一个神经细胞的模型 一个放大后的模型 那神经系统就是主要功能传递讯息 它就是从这些很像树枝状的分叉 叫做树图接受刺激进来 经过细胞核之后沿着这个很像烤箱肠的构造 叫做轴图一直到神经细胞末端叫做图处 图处就是讯息输出的地方 那本身在神经细胞里面呢 那个一闪一闪的亮灯 我们要表示的是以电流的方式在传递讯息 就只有讯息进来的 对讯息进来之后 它会有以电流的方式传递 然后再输出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都有非常多神经细胞 它就是一个一个串联 牵牵手 然后过满我们身体沟通 有各式各样的讯息 那我这边就有说好多好多 到底有多多 人一出生下来大概有多少的神经细胞呢 猜猜看 就是猜一个单位就好 不用到很准确 好几亿吧 对 这是亿哦 人一出生下来有860亿个神经细胞 那我们大脑也是神经细胞聚集的地方 那它有一个构造叫做海马回 它会新生神经细胞 所以这个数字会成长 大概又青年阶段到达巅峰之后 这个数字就下降 一去不复返 神经细胞没有再生能力 一旦我们不去建立连结 我们不去使用它 它就是凋零死亡淘汰 所以数量越来越少 对 就是这个原因 那是老化的一个现象 没有办法 那 不同生物 它的脑的形态当然不太一样 那这边呢列出来的是各式各样脊椎动物的脑 的模型 那你可以看到像是有鱼类啊 然后青蛙嘛 鱷鱼哦 会飞等鸟类嘛 还有后期才发展出来的哺乳类哦 那脊椎动物的脑都有共同的演化的一个特征 是分成了三个区域 黄色的部分是大脑 红色是小脑 白色是脑干 这三个地方各自负责不同的功能 像是脑干就是生命作用 那小脑呢则是协调平衡 大脑呢则是不太有些感知的功能啊 不太一样 那你可以观察各个比较 各个不同脊椎动物的脑都不太一样 有人说你看整个鲨鱼的脑 看起来很像小鲜肉奶茶 真的很像哦 那鳄鱼的黄色大脑前半部分有一个 这个吐起来很像脸蓬头的构图 它会连到鳄鱼的鼻子 鼻子的地方 对这是它的嗅咽 嗅觉的知觉感官 那有些种类鳄鱼它们嗅觉非常的灵敏 鼻子一吸它可以侦测到两三公里范围内生物体的气味 所以说呢如果你在水里游泳有鳄鱼的话 它两三公里就闻到你的味道 并不是说你可能要像人家电影演的你要流血 它闻到那个血腥味 其实它人的身体本身就有味道 我们人会不会散发某些化学物质 造成一些气味给鳄鱼闻到 我不确定 可是鳄鱼的嗅觉是很灵敏的 对 鲨鱼对血腥味真的很敏感 对 好那现在听众朋友们在这边呢 就是这个展区呢 就是有一个脊椎动物的脑 那这边呢展出的是八个脊椎动物的一个大脑的一个形状 然后特别的是呢这边有个转轮可以转 所以等于是我们可以360度看到这八种脊椎动物的脑 然后听众朋友可以一个一个来转 然后慢慢的欣赏 嗯其实这边要说的是你看像是哺乳类的大脑啊 好才开始有皱褶相较于其他脊椎动物 所以最右边是狗的脑 然后它很明显的大脑的部分有皱褶 那这样意思就是说狗比较聪明是不是 那个皱褶的用意 不是 不是吗 不是 那不然是什么 那其实 呃 这么多科学研究都会提出很多的论点 目前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说法 很多派 有人说大脑越大或是大脑越重 神经元的数量越多或是皱褶的程度越高 是决定一种生物聪不聪明的的论点 可是这些论点都有相关 可是不是绝对的参考依据 目前呢 同归大出来的论点呢 就是决定一种生物它聪明的关键 是在于神经元有效的连接级分工 有效而不是多或大脑大 对 因为怎么说呢 好 老鼠也分聪明跟笨的 我们同样训练一匹老鼠好了 我们用同样的实验的器材啊 步骤流程 那聪明的老鼠很会走迷宫三秒破关 那笨的老鼠可能就一直撞墙 找不到出口 原来实验结果发现 聪明的老鼠它的神经元的连接性比较好 所以也是有基因遗传的关系 就是聪明的爸爸妈妈就有聪明的老鼠就对了 应该是说怎么样训练你的神经细胞 让它的连接性更好 因为每个人都有大脑 每个人都有神经细胞啊 所以其实后天还是可以训练的 对 那现在也看到就是 人类一样有皱褶的这个大脑 的模型它是最外层皮质的构造 然后它五颜六色的代表是不同的功能 然后旁边就有一个360度大脑实际的模型 这个大脑有多大 比我们人还大很多 然后360度 然后不同颜色就有不同的标示 那是帮我们介绍一下 白色这一区大概是我们后脑梢的位置 它是视觉的功能 它是视觉皮质区 所以意思是如果白色这块受伤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视觉 对可能会看不到 哦是是是 可能会看不到 那主要都是用我们眼睛接收一些物体的讯息 然后投射到这一区 投射到这一区我们才会知道物体的形状颜色大小 接下来可以看到左半脑的部分 左半脑呢 这边有个六号区 我们来看六号是什么 它跟我们脸上面一个部位的轮廓也很像 耳朵 没错 我们耳朵对应进去就是这个 它是听觉皮质区 哦果然 到底是巧合还是天生的演化皮质区 我也不晓得 就是真的长得像耳朵的样子 因为那是听觉 听进去不等于听懂 是两件事嘛 所以听进去的话 神经刺激进入这边 听懂的话讯息就要连到粉红色这一区 嘿这是语言理解区 我们对语言背后的含义 嘿 所以都是在这边运作的 那像是我们现在在对谈嘛 说话这件事情呢 神经元就连连连连连看连到暗红色这一区 叫做语言运动区 嗯嗯嗯 简单一个听话说话的行为 我们大脑就跑出这样的一个回路 那科学他又指出我们大脑对外层的皮质区啊 诶每天都像过年过节一样就是在放烟火 因为刚刚介绍的神经熙 他这样子接受刺激进来这样子放出去 对 所以我们每思考一件事情 甚至我们在睡觉 大脑都是有个区块在放烟火的 嗯嗯 他就是放烟火不断地 到处放烟火 很精彩 其实我那边有个LED板哦 环绕LED板 他有时候会秀那个很像烟火的那种图片 就是大脑可能在运动或思考的样子 嗯 好那这一区呢就是叫做脑功能区 体感视觉与听觉 然后一个360度一个立体模型的一个大脑 然后区分很多颜色 然后每个颜色就对应的位置 听众朋友可以来绕一圈好好的看一看 那还有一区蛮特别的是浅蓝色的体感皮质区 那像是冷觉热觉痛觉压觉触觉 都是由这一区负责的 但是我们皮肤下有很多这样子的 有可能有触觉的接受器 那接受了刺激之后 透过神经传导就是要到体感皮质区 主要体感皮质区 那假如这一区受伤的话 可能你就不知道痛了 对 所以很多电影就会演说 呃他要塑造一些很厉害的人 就是破坏这个脑部去 那他不怕痛这样子 这痛其实是我们一些危机防御的 对啊 不知道痛还蛮危险 你被火烧都不知道热 对啊 那你触觉越敏感 或是你冷觉热觉越敏感的地方 在这个体感皮质区 那个特定部位的面积会越大 嘿 所以我们群人上都有分布皮肤嘛 体感皮质区会对应到我们身体 每一个部位 那依据这个体感皮质区 对应到每一个身体部位的面积大小 我们真的把它真实化成一个立体的人 就可以来到体感小人 好 我们来看体感小人 我只看到一个很可爱的玩偶 头很大啦 像有些人耳朵这边就很怕痒 一吹吹就很怕痒 触觉很敏锐嘛 那像是我们品尝食物的嘴唇舌头 都是相对来说冷觉热觉 特别敏感的地方 那指尖也是触觉非常敏锐的地方 所以这个小人才会长得这么的独特哦 就是欢迎大家逛完站来都可以来跟他合照一张 就是我们按照他的那种感受的能力 然后去塑造这样的模型 是不是 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我们的手指都很敏感 所以他的手指自然就把它变大 对 体感小人 所以他叫体感小人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二种单元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单元是软体设备 知觉的脑 我们感知的世界并不是这么样的真实 因为脑袋只告诉你他想看到的 听到他想听到的 这个单元的种种错觉就会告诉我们 脑袋其实很容易受骗上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进入第二单元 知觉的脑 其实人有五种知觉 基本五种知觉 除了刚刚介绍的触觉以外 其他都集中在头部 就是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跟刚刚介绍的触觉 那我们现在进入的是第二单元知觉吗 好 所以我们就先看到一个视觉的展品咯 诶 你可以 这个视觉展品呢 它是有两张女人的脸 那你可以比较看看哦 这两张图片 有什么地方 怪怪的 哪个地方怪怪的 就 头倒过来啦 哪个部位 哪个地方 现在在考考我的眼力 对 要当个侦探 指认一下 哪里出问题了 两个照片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嘴巴 嘴巴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是眼睛哦 我们把图片反过来 有没有立刻 对啊 我就看你恍人大悟的表情 没错 眼睛跟嘴巴反过来了 嗯 那我们刚刚介绍人 每思考一件事情 其实大脑是在跑回路的 对 那在人类的大脑里面 有一条人脸辨识机制 这条回路 因为我们是社会型的动物 我们每天接触很多不同的脸孔 我们当看人的脸的时候 就是在跑这条人脸辨识机制的回路 那这条回路判读的重点 就是在眼睛跟嘴巴 那一旦反过来了 那一旦反过来了 大脑不是在跑这条回路了 不在跑人脸辨识机制回路 是另外一条反应路径 所以我们往往没有办法那么快 没有办法那么快 找到问题的真结点在哪里 再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第二个单元进来呢 画面就有一个翻脸不认人的一个展板 然后这个展板呢 整个人是 整个头是倒过来 就是头在下面 身体在上面 但是我刚刚在看的时候 我怎么看都不会觉得怪怪的 可是一翻过来正面之后 我就发现原来是眼睛跟嘴巴是倒过来的 那你现在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没有办法 在整个脸反过来的时候 我们不是用平常 像我们在辨识的那个脑细胞在辨识 才没有办法那么快找出错误 那我们常常说眼见为凭 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 诶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好我们来到这面墙哦 诶那要站在这个位置 好这个我先来介绍一下 这个叫Y7-8咖啡厅墙错觉 什么叫咖啡厅墙错觉 对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是一个咖啡厅的墙面 它是由黑色以及白色的色块所组成 那诶请问一下哦 这些色块是什么几何图形啊 是三角形吗 圆形 正方形 正方形啊 好好确认哦 正方形 那我们看就从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哦 诶看整面墙哦 请问它有四四方方整整齐齐的吗 没有 它有往左边见大跟往右边见小的那种感觉 歪歪斜斜的 诶可是我们刚刚不是确认 这些色块就是正方形 那这个滚轴只有平行去移动这些色块 没有使它扭曲挤压 那诶我们怎么会看到变成Y7扭吧的 这就是错觉 那这是一个英国心理学家发现的 那每一个人都可以验证这个现象 可是很可惜的是 诶它背后的科学机制 还没有很完整的研究出来哦 所以我们现在再来让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种画面呢 就是感觉会觉得就是 它本来就是正方形 只是黑白交错的摆动 然后我们这个转轮呢 把它移动一下 就是黑色跟白色只要有点交错之后呢 我们就会感觉它的画面 不够四四方方不够紧致形 对我们的视线就会感觉 左边Y7扭8的 对它就不是正方形的格子状 它不是一面整齐的墙 对对对 那人在视觉上错觉的例子很多 我们现在还要看一个 很有名的科学家的脸 这边是最佳的观赏点哦 好这边有个观赏点 有两个脚印我们来站上来 好那要做一个鬼脸哦 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嘿以单眼的状况下来看这个脸 这是谁的脸啊 爱因斯坦吗 哎没错 那个发明相对论提出 广义狭义相对论的 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脸哦 那以单眼的前提下看哦 你看到的脸是 凸出来的凸出来就是往这个方向 凹进去是往这个方向 如果我闭上眼睛单眼来看呢 它的画面是凸出来的 脸是往前 往我这个方向凸出来没错 那双眼看呢 双眼看它就变凹进去 那它到底是凸的还是凹的 它实际上 你可以就近来看 它是 这个雕刻面是凹的 对我们侧身一看就看到 它是凹进去的一个画面 但是为什么我单眼它会变凸出来 第一个因为人要两眼才有办法建立立体的视觉 所以单眼看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判断物体的深度 再来我们看到凸脸呢 这是一个错觉 因为我们大脑具有先天的模式 真实状况下并没有凹脸的动物 所以我们会以过往的经验 去合理化不熟悉的事物 所以我们自动会把它判读成 它本来应该是凸出来的 没错 就是大脑骗了我们 那在你看到它是凸脸的状况下 你甚至可以左右移动 左右移动步伐 你有没有看到爱因斯坦显灵了 太神奇了 它的脸居然对着我移动 你知道吗 对它会转 好神奇 我如果站左边它就对着我 用相机拍也可以拍出这个效果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我努力的把画面到时候上传给我们听众朋友看看 那我现在在左侧边看看 那这也是一种错觉 也是我们大脑错误在判读 判读它 它实际上不会转动 对 那真实的人脸就以我来举例好了 你如果在我左边90度嘛 你只能看到一只眼睛 一半的鼻子一半的嘴巴 就是因为这是个凹脸的设计 任何角度下都看得到所有的五官 我们大脑就错误解读 哦它应该是会转动 可是它其实不会转动 所以我们都被大脑骗掉了 对 错觉的例子真的很多哦 好 好太刺激了 那再来我们就来到一面墙哦 又是一面墙 这是一个风味的体验墙 人类是怎么样去定义风味的 主要要依赖两种知觉 第一种嗅觉 那这是鼻子纹的部分 第二个呢则是味觉 那数据上面显示 我们是靠10%的味觉 加上90%的嗅觉 去定义风味的 所以嗅觉是比较重要的决定因素 那鼻子里面有很多嗅细胞 这些嗅细胞会去捕捉 抓取特定的气味分子 有可能今天就抓花味进来 那透过神经传导 到我们大脑的内嗅区 我们才会精准的去判断 那个秋天来了桂花香 或是那是一朵玫瑰花的香味 那嗅细胞只有一千多种 可是那些气味分子 透过它不同的浓度以及组合 那目前发现 定义出来的 已经有成万上兆种的风味了 哦不同的组合就对了 对所以非常多种 那这边也是有个体验区 那我就公布半个答案 香的香的臭的香的 所以听众朋友来 可以把你的鼻子靠进去 然后按一下吗 按这个好了 这个比较知道 这是美式甜点里面会放的香料 要一直压着 两个字 我居然闻不出来 肉桂啦 好再来试第二个 这个是臭的 这个我也定义不出来 而且 立刻就皱眉头了 内嗅区呢 它其实跟我们的边缘系统 就是大脑内部的构造哦 有一区区块叫做边缘系统 里面含有杏仁核跟海马回 刚刚提到海马回 那杏仁核跟情绪有关 所以嗅觉也是在深层的地方 以神经传导路径来说 嗅觉很容易激发你的情绪 你一闻到不好的气味 你立刻就会 不满的情绪就会油然而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 什么相经疗法就是这样子 对 那这个部分就是知觉的脑 好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第三单元 最初的本性感性的脑 大脑呢 是人体体内思考 以及行动的控制中心 藉由脑波 磁症噪影等非侵入性的方式 可以探索脑作用时的一个生理变化 确认思考 情绪 学习时候脑是如何反应的 我们一起进入第三单元 感性的脑 再来我们就进入感性的脑 那这边是在讲情绪 如何在脑中形成和运作的 所以是第三区吗 情绪是人体对外界的一个 生理和心理的一个综合的反应嘛 那情绪真的很多种 喜怒 哀 愤怒 紧张 这些都是哦 都是哦 嫉妒也是非常多 很复杂 那情绪呢 在大脑中它是会跑回路的 一样跑回路 不过分两种回路 一种是有意识的回路 另外一种是无意识的回路 那无意识的回路 算是我们一种紧急应变的反射机制 比如说 好你今天来客博馆的路上好了 你碰到一个拿刀的歹徒 就堵在你的面前 你当下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还有什么样的情绪出现 应该就是害怕然后往回跑 马上就有这样的反射动作 害怕嘛 那害怕紧张 你的心跳会怎么样 加快 加快哦 那这些都是包含在无意识的情绪路径里面哦 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歹徒了 讯息进入市丘 市丘是讯息分类的一个地方 好 其中一条路径会到性人河 性人河就是情绪产生的地方了 那害怕紧张 愤怒都会跑出来了 性人河去影响下世丘境而启动我们的内分泌系统跟自律神经系统 好 那自律神经系统就跟心跳还有排汗有关 所以心跳会不由自主的加快 那有些人甚至会冒冷汗嘛 那这些都是没有办法透过大脑的意志 我们大脑用念想去想 就可以控制心跳或是控制排汗 不可能 对 所以这是无意识的情绪路径 好 那无意识的情绪路径是比较快的一条路径 有意识的情绪路径是比较慢的一条路径 会到达我们的大脑皮质 那一旦脑皮质尤其是前额叶的部分 我们才会知道思考 额叶主管了思考的功能 那思考之后再做出相对应的行为 所以有时候心理学校就会推荐我们 当你极度愤怒生气紧张之后深呼吸 你的无意识的情绪路径跑完了 你才是在有思考的状态下去做事情 不然有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些后悔啊冲动的事情发生 对那后面哇好配合有个微笑佛的展品 佛陀有看到吧 有 这边也是就开始有些体验的展品了 主要是你坐在里面的座位 我们的脸就会被拍进去吗 这边会有个镜头对准你 那这镜头会朝着你拍照 那它要侦测的是你的笑脸 我们开心的时候嘴角会上扬 然后眼角位置移动 它截取的就是这两个特征 当它侦测到这两个特征之后呢 就会放出很多陌生人的人脸 它会盯着你看哦 或是对着你笑 或是朝你做鬼脸 渐渐的呢 整面墙就都会出现脸 那你要保持开心 还是要保持开心 因为它就是微笑侦测的技术 才能够继续运转下去 我只要微笑他们大家就会看着我 要一直笑一直笑 然后最后就余波荡漾哦 然后整面墙都会出现佛 哇这个真的太神奇 里面该有你吗 啊我得跑进去了 有有要一直侦测到你笑的状态 才会继续正常的运转下去 要笑要笑 好又出现了对 这要出现了很快就要出现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最后怎么样变成最后的画面 有了佛出现了对 就完成了就对了 对这样就是一整个游戏完成 所以这好像要启发我们心中的佛性哦 佛心来着 就是你要一直笑 没错 它就是一个正向力法则哦 因为我们都希望就是笑容是可以感染的 你的开线情绪确实是可以影响到其他人的 那相同的这种技术其实我们现在的一些相机的功能也可以看得到嘛 像鼓它只有人脸侦测 我这边是微笑一定要微笑侦测哦 好那这边就是感性的部分 接下来就是第四单元理性的脑那再说记忆的部分 这场记忆之前要介绍一个人的故事 它这个主角叫做HM 那其实它整个完整的影片呢 在旁边的这个荧幕中哦 那我就简介 HM呢它一生下来就有癫痫症状 这是一个大脑异常放电的现象 那癫痫症状一旦发作起来 就是身体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一直抽血 会抖动 一直抖动 那这个病一直困扰一直折磨 HM到他27岁 他找到一个脑外科医师 对他进行手术 做了一个侵入性的治疗 也就是把他脑打开 然后挖取 还马回出来 手术完成了 好消息来了 他就再也没有癫痫症状了 可是他有个严重的后遗症 他没有办法形成新的记忆 没有失忆 是没办法形成新的记忆 27岁之前的事情记得 27岁后的事情 对他来说 有可能每一个他碰到的人 似乎就像一阵风一样吹了过了 那他这个病例 我们就建立了一个连结 就是没错 他海马回应该是跟记忆有相关的 那我们都是先受到外在感官刺激 先形成短期记忆 短期记忆呢 要经过海马回 才会形成 转换成长期记忆 那HEM没有海马回 就都是短期记忆阶段 那就很快就消失了 记忆很快就消失了 那短期记忆还可以经过一些行为 像这边 我们求学阶段很会的反复背背背啊 念念念哦 那还有很重要的睡眠 睡眠哦 透过浅层跟深层的睡眠 原本储存在内层 大脑比较内层位置的短期记忆 会换位置 换到外层的皮质区 形成不同分类的长期记忆 对 所以多睡觉有助于记忆力发展 所以这个就是好像我们过去在考试你熬夜苦读 可能不一定有用 真的熬夜念书不OK 真的不要熬夜念书 你往往看到的考卷你反而一片空白 对 所以你念念睡觉 然后把记忆变成长期的记忆 还比较有用 这才是真的是内化到我们的长期知识库 那这边有一个金库密码的基台 就是在测试短期记忆 所以意思是 这也是个互动 然后我们要记住那个密码 然后打开金库吗 每关阶段性的任务呢 它就会打光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有新台币跟美元啦 那这个呢 是因为科学家指出 我们的短期记忆的极限范围 大概是5到9之间 那这是统计上面的数据 所以 有可能有人是高于这个值的 高于平均值有人低于平均值 像今天就有人挑战到13码 5到9的意思就是我们 能够记忆数字的长度 一般标准值大概5到9而已 如果超过的话 就是一般人比较记不起来 对 所以你看我们的手机号码 我们的身份证记号 10码 对啊 如果超过10码 短期记忆可能靠不住啦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 听众朋友可以坐下来 去考验你的记忆 对挑战一下 今天有人挑战到13码 然后应该是它会显示一组密码 然后你记下来马上按下去 对 你要一直输入输入 然后它会一直加码 它会从5码开始 一直加码加码到10几码 好今天最高纪录是13码 挑战成功 好那这边就是记忆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就会带到 黑色的一个面板区 它是第五单元变动的脑 像我常常说自己的记忆力很差 诶那到底是因为我先天上 先天上我的那个短期记忆 储存的时间就比较短 还是因为我得病了 也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啊 可能我失智了 那失智就是一种脑机病了 那失智其实叫做老年痴呆症 学术上就叫阿兹海默症 那是因为在我们大脑的皮质区 开始出现一些蛋白结块 这个蛋白结块侵蚀了我们长期记忆区 所以如果家里面的老人你可以观察哦 你发现他忘掉一些 怎么样都不可能忘记的事情 比如说哇自己家里面钥匙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 自己家里面的自己的房间在哪里 不知道哇那真的就是 有可能是阿兹海默症的前兆 要赶快去检验 甚至有可能他在外面他忘记回家的路 也是长期记忆受损 对对对这也可能是前兆 那透过那个展品那边有很多黑色的图卡 其实是各式各样不同的脑疾病哦 你可以插到孔隙之后 比较比较脑内部构造的变化 你可以比较正常人的脑跟病变人的脑的差异哦 这个板子其实就很像S光片 然后听众朋友把它插进去这个插孔里面 像是亚斯伯格症是一种自闭症 它是一种精神性的脑疾病 那精神性脑疾病都是因为脑内的激素失去平衡而造成的 那其实在构造上面比较看不出来确切的变化 那通常透过药物就可以治疗 那有比较明显看得出来的吗 都可以来试验看看 那其实要介绍这个图片的含义哦 就要来到这个面板 你看到的像刚刚看到那个图片 都是医院你常常常去检验 会用得到一个技术 叫做磁症噪影 MRI的技术 那MRI呢就是透过一个很大的磁场 去改变你脑里面氢原子翻转的形态 并且用数值的方式去记录下来 那你现在看到白色的部分就是白质 它是神经纤维哦 灰色的地方是灰质是神经细胞 那这整个面板呢 其实你要从一个月 一个月开始慢慢看 对 四岁 这样子一直长大 年龄一直增长 看到24岁以及85岁的脑 你可以看到一个月到四岁脑容量有增大 可是到24岁跟37岁 这个神经元的连接性是非常的明显的 那一直到了85岁开始出一些黑黑的 出现一些黑黑的空腔 那这个空腔就是因为神经细胞是会凋零死亡的 这是一个老化的现象 那人都不可避免的会老化哦 哎怎么样可以优雅的老化 不要这么快退化 就把握四个原则 就是老生常谈啦什么均衡的饮食啊 适当的运动 然后降低压力 还有一件事情 活到老学到老 哦要学习 对 怎么说呢 因为神经细胞用尽废退 废退已经解释了嘛 因为不用它就会退退化 然后消失 那用尽的概念是说 哦可能我今天是解说员 那我随时随地都在用这个语言区的神经细胞好了 那我我的个性好执着 我爱抓牛角尖 然后我白天在说话 下午在说话 晚上也在说话 我周而复始是这样的生活形态 那我语言区的神经细胞是会蔓延 甚至瓜分掉其他脑功能区的 就是语言区发达了 就会侵占到别的地方的支援 对所以既然我们人类拥有这么复杂多工的大脑 那它是很难能可贵的 每一区都很重要 所以要多方面去学习 就是真的人不要太执着 要均衡发展 对均衡发展很重要 那这就是我们第五单元的部分 最后进入两个单元是第六个单元波动的脑 以及第七单元经维的脑 我们是否能够仅用脑波就来控制机械呢 将非线性脑波加以演算 区别强化其中不同的表现 可以开发出脑机互动的仪器 甚至可以借由及时的回馈 增进脑的一个活动力 那第七单元呢是经维的脑 脑是所有动物行为的控制中心 国立清华大学脑科学研究中心团队 以果蝇为模型 用组织透过技术 将神经网络 以行为连成一个跨领域的研究主题 我们一起来欣赏最后这两个单元 第六单元跟第七单元呢 其实就是鼓励民众主动去探索的部分 像第六单元紫色的一区哦 这边就是脑波赛马 刚刚有介绍到的 脑波赛马就是刚刚提到的 像是侦测脑波 你看现在这边就可以有四匹马 那这边有四个座位 它会帮你贴 它会帮你贴贴片 在一些侦测到脑波的一个位置 然后让你去进行游戏 当你越专注的时候 你的马就会跑得越快 哇这个互动游戏实在太先进了 对电玩势必是会越来越好玩 居然用你的脑袋让马跑得很快 对你完全不需要什么摆动你的手啊 用手摇杆啊什么的 也都不用 对直接靠脑就好 你心里面想专注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坐下来 然后透过贴片 然后那个贴片就是要有工作人员帮你贴就对 对对 接下来呢就是第七单元 第七单元是经纬的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 有一个脑的模型 这是果蠅脑的模型 果蠅 对人刚刚说了我们的脑神迹大概861个神经细胞 那果蠅只有13万个神经细胞 那这边呢是把清大的江安试院士的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 最新的把它发表在这边 那它现在已经破解了很多果蠅脑的美 某些神经网络的作用 像是求偶的 或是嗅觉的功能的 那13万嘛 非常多哦 所以真的很多地方还是未知的 要不断的去探索 那当然很希望之后 它破解了神经网络是怎么运作的 那可能进一步就应用到我们的医疗上 对人类的医疗上 那就是可 值得期待的明日之星啦 那这边呢其实有虚拟实境体验 那现在场次已经结束了 那虚拟实境体验 其实刚刚在开场牌的时候有介绍到 就是带一个眼罩 建立真实的场景 做一些活动 都还蛮有趣的 那帮我们介绍的这两个特展 从你们开展到现在大概是 是不是都是亲子来参观比较多 应该蛮多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探索 亲子团体 我觉得年龄层非常的广哦 就是老少嫌疑 而且常常会有学生团体 甚至是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机关来预约我们的解说 可是我相信要测这样的一个脑中乾坤 这样的一个特展 要需要有很扎实的科学基础 那相信你们应该有所谓的合作团队吧 来帮你们做一些资料的校正 跟一些可能影片啊 或者是文字的一个 也是需要编审的对不对 有我们有有些部分是由生物学组的研究人员帮忙审核 然后帮忙去布展的 那第七单元就是特别跟亲大合作 对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好好发表在这边 因为江安市院士他已经发了非常多paper都是有上期刊的 就是国际认证的研究成果 所以能够发表在这边 然后给所有国人或是民众去分享使用 然后说明可以带给他们新一步的启发 然后未来他们也可以成为小小科学家 这样 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完这个脑中乾坤七个单元 那当然也是希望听众朋友有兴趣 可以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第四特展区 来参观这一档的一个特展脑中乾坤 相信听众朋友只要仔细的看完这档 应该会得到很多收获 甚至呢会有过去有很多对脑的一些错误印象 都能够在这次得到一个澄清这样子 谢谢我们的解说员吴梦景来为我们介绍这一档特展 谢谢 好谢谢